吴小波的瓜大家昨天都吃了吧,话说吴大叔的妈妈,本听说小吴出事后,气得晚饭都不做了,留下一群熬熬带补,的年轻人,在网上问螃蟹怎么争,还上了今天的热搜宝,排名第二, 二,吴大叔的杀伤力真的很大,可以说是妈妈们的集体失恋了,吴秀波不仅圈了一片妈妈粉,还有众多少女小三小四小五前铺后继,可以说是很受欢迎了,除了吴秀波,被我们熟知还有很多年龄相差很大,可以成为少女大叔的搭配,比如,吴奇隆Mp流失时相差17岁,周杰伦Mp昆宁,相差14岁,杨幂Mp 刘凯威相差12岁,青年才俊这么多,为何少女们仍然纷纷迷恋大叔?下边请听迷死养给大家分析分析。 一,权力是最好的春药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大叔,四十左右,不由你,有物质基础的成熟男士,不好意思,放错图了,说白了就是长得帅的叫大叔,长得丑的只能叫师傅。 美国外交家基辛格说过一句名言,权力是最好的春药,吴秀波的小三陈玉琳,认识吴秀波的时候才18岁,对于18岁刚刚出道的陈玉琳而言,当时的吴秀波已经在中国大红大紫,金钱,权势,地位,影响力。 当时已经43岁的吴秀波,统统都有女性本能的倾向,与喜欢那些更具有社会支配力的男性,更何况,他还长了一张对女人极具诱惑的脸,看起来温柔而了,深情宽宽,大叔标配全都齐了,而陈玉琳还是一个懵懂单纯的小姑娘。 大叔想要聊一个单纯的小姑娘,实在是太容易了,什么都不用做,已经自带光环。 二,恋父亲节恋父亲节的概念,原本是弗洛伊德提出的,用来描述小女孩对父亲的迷恋之情,以及希望取代母亲独占父亲的心理,而童年时缺乏父爱,直到成年之后仍保持着强烈的恋父亲节,对年长,稳重,有阅历的男性特别爱慕, 很多人会试图在伴侣身上寻求自己缺失的部分。 简单来说,就是缺失了哪种关怀,便会极力去寻找相对应的依赖,大叔能给予少女们父亲般的温暖,会全方位照顾人,醒来就把饭端床边问要不要吃,生理期没的就已经开始帮你煮红糖水,看上哪个漂亮包包不问,价钱直接买单。 只要你喜欢,完全可以当个智障,有没有发现年长的男性攻击性越来越少,性格区域温和,而年长的女性,却表现出比年轻是更多的支配欲,源于大家的性激素分泌都减少了,原来的性别特征被弱化了。 大叔对少女的那一抹温柔,真的很难戒掉。 三,更有同理心大叔稳重成书,体贴细心,足够理性,更有同理心,不会像小男生一样猜不透女孩心。 转转眼竹子他们就知道你在想什么。 当女生闹情绪的时候,小男生可能觉得,啊,女人好麻烦,但大叔不是,女孩子就算做,他们也总是一下子就明白是为什么,后人的时候永远直接要害。 再加上调情手段不着痕迹又技术高超,十分懂得如何探索女孩子的喜好,实力碾压体力好但是技术渣,生命大和谐,不力达到的小鲜肉。 所以跟自己大叔谈恋爱,需要注意什么? 一,大叔不一走心大叔成熟,但是成熟也意味着克制,他们控制情绪的功力一流,也很少发脾气,两个人在一起很少吵架。 有时候感觉恋爱他得一点不像恋爱,完美,没有情绪,当一个人的见识越来越多,人的预知会越来越高,逐渐对普通的刺激不敏感。 仰举个例子,比如你之前一直吃的是戴可可之巧克力,觉得很好吃,后来你吃了某种意大利顶级巧克力,之后恐怕就再也不会,觉得戴可可之巧克力好吃了吧。 所以大叔们,人到中年,沧海丧田,世间繁华,基本都见得差不多了。 心房越来越厚,很难走心,爱容易被大叔细脑。 没有自己的思想大叔,只有丰富的人生阅历,和更加深刻成熟的思想。 另一方面,一个女孩,一旦喜欢上一个如父如是的男人,很容易将对方捧上神坛。 觉得对方说什么都对,善良的大叔会引导女孩辨别是非。 独立思考,而不那么善良,的就会用佛丁洗脑,实施精神控制,动不动就要进行一番思想教育。 你这样是亏的,你这样做是不对的,你那样做是不好的,你应该这样,你什么都该,听我的。 无大叔说,举组太复杂,你应付不来,我们一辈子不分开。 结果陈玉琳不再没有利用她的资源,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上更上一层楼,反倒直接干当保姆了。 比较励志女性代表人物,田普郡和邓文迪可以说是很厉害了,借着大咖门的权势资源成就自己。 很多傻姑娘一旦爱上了一个男人,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朋友,爱好,社交等,将自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,没有独立的思想的人。 很难在亲密关系中,感到长久的幸福,躺在大叔给你营造的温室里面当一朵小花,有一天他不再喜欢你了,就被抛弃了。 如果你在这个后花园里沐浴阳光,生根发芽,担心被抛弃的,是他,不是你。